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3月绿卡排期 以及如何提前到美国生活工作上学 同时等待排期 那先说一下2024年3月的绿卡排期 3月的绿卡排期刚刚出来 首先职业移民和此前变化不大 另外移民局宣布从3月开始要使用表A 就是这个Final Action Date 这样的话等待时间就稍微长了一点 对于很多中国申请人关注的职业移民类别来说 EB1类别如果要表A的话需要排期一年多 EB2类别要排期四年左右 EB3类别要排期三年多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不算特别长 当然了大家办绿卡都是希望 大多数人希望越快越好 对吧 那现在这是这样的实际情况 那我们再讲一下 接下来怎样应对 那现在呢 比如说有很多人他想着说 呀我在等这个排期啊 排期还没有排到 但是呢 比如说我人在中国 我希望在排期排到以前 我就能先抵达美国生活工作 安排下一步 或者呢 孩子在美国上学 下面我们具体来讨论一下 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讲到说那我现在就是在美国的留学生 或者访问学者或者在美国工作 那我怎样继续等待这个排期排到 同时安排生活呢 那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呢 一样也可以对你起到参考作用 首先呢 最重要的变化 根据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留学生F1签证 应当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办理 我们律所自己办理的一些这样的申请 比如说有的人上的是社区学院 community college 有的人是学语言 有的人上的是神学院 那总之呢 不见得需要是学术上非常有名的 或者要读博士 或者要读硕士等等 不一定 而且年龄也不是限制 有的申请人30多岁 40多岁 50多岁都有 并不影响这个取得F1的签证身份 那大家知道呢 最近美国移民局有一个新的规定 announcement 就讲到呢 拿F1签证 可以申请绿卡 不影响F1学生签证身份 而且呢 在办理绿卡呢 也还可以继续申请F1签证 这一点实际上呢 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呢 已经在实行 但是现在移民局 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在这方面 那总体来说 我们感觉 自从疫情以后呢 或者疫情过去以后呢 移民局或者整个美国政府 对于推广美国的教育事业 这方面这个产业 这个服务 还是相当积极的 所以呢 只要这个人基本情况 看起来符合要求 还是很有可能取得F1学生签证的 那我们知道呢 学生签证没有固定的限期 你只要保持学生身份 读完了一个项目 还可以读另一个项目 读完了一个学位 可以读另一个学位 这样的话呢 在美国用学生签证 可以待很多年 这样呢 就可以等待这个排期排到 包括现在在美国啊 这个准备等排期提交485的 如果你是留学生 访问学者 专业人士 如果需要的话呢 比如说工作中间有空档 等等原因 职场的变化 也可以考虑转成F1学生签证身份 这样的话呢 比较长时间有限 这是一个办法 当然也有的人讲到 哎呀 根据我个人的情况啊 或者我有这个全家 有这个年龄 背景等等 那我从中国直接办F1签证 可能不容易 甚至包括有的10043限制的学校啊 等等 看到呢 也有一些人先用 比如说B2旅游探勤访问的签证 到美国 到美国入境以后过几个月 然后呢 他再转成F1签证 比如说过几个月 想法出现了变化 或者正好被某个学校录取了 然后呢 他再申请转身份的I539 同时呢 比如说配偶和孩子 可以转成F2签证身份 孩子呢 如果有F2签证身份呢 可以在美国读公立中小学 没有限制 如果是拿B2旅游探亲签证呢 理论上说呢 不适合在美国读书 那像这样呢 一个人读书啊 家属也可以取得在美国的合法的长期的身份 用B2在美国转F1呢 我们此前也有这方面的文章和视频来说明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看到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利好消息 比如说在一段时间以前 移民局重新解释了这个 CSPA 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 儿童身份保护法 就是说呢 只要表B排到了 那么这孩子就不算超龄 这个孩子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啊 他的排期排到了 是按照表B 哪怕现在还不能在美国交四把五 或者在中国还没有能办移民签证 也没有关系 只要他的排期排到 哪怕过后的手续过后再办 他这个时候呢 也就不再算超龄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另外呢 大家也知道说 关于H1B工作签证的抽签 现在呢 移民局树立了说 从2024年开始 一人一筹的原则 那么预期呢 抽签抽中的几率 也可以大幅增加 这也都是利好的消息 所以呢 如果我在等待 绿卡排期期间 那我仍然还可以办理 H1B工作签证 或者O1 或者L1 等等类型的签证 那么像这样呢 可以一边在美国工作 马照跑 舞照跳 另一边呢 等待这个 绿卡的排期 那有人问说 我能不能办J签证呢 那如果你人已经在美国 继续延长这签证 有可能 但是呢 在提交了 绿卡申请以后呢 在办新的J 访问学者签证呢 要取得批准 会难一些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呢 确实要困难一些 另外呢 我们此前也讲到过 对吧 就是说呢 主申请人 他的移民申请 比如说交了I140 不管是雇主支持的 还是自己提交的 NIW EB1 像这样 或者是主申请人 交了投资移民 EB5的申请 不算是家属的移民倾向 配偶和孩子 还可以正常办理 签证到美国 比如有的人说 我在等排期 我的孩子 他到了一定的年龄 想要到美国来读高中 或者读大学 可是我的绿卡排期 还没有排到啊 那怎么办啊 那很简单 孩子还可以单独 签F1学生见证 到美国来上学 我们有很多客户 是这样的 很多人办绿卡 也都是为了孩子 那他孩子已经在美国上学 那当然他办这个 绿卡申请不影响 如果孩子还没有 在美国上学呢 也没有关系 那我提交了绿卡申请 过后呢 在等待期间 或者在等排期期间 孩子呢 就不算是他的移民倾向 他还可以正常 办理B2签证 到美国旅行 观光 贪亲 或者办理F1签证 到美国上学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这样的成功经验 那什么样的 会不太容易呢 如果孩子年龄太小 还不到10岁 对吧 那从移民局角度呢 觉得孩子生活 也不容易自理 对吧 自己一个人 那当然理论上 有寄宿的学校 但像这种情况呢 不容易批准 如果说年龄已经到了 比如说读高中 那一般来说呢 要批准就会容易一些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2024年3月 美国绿卡排期 以及怎样提前到美国生活工作上学 同时等待排期这方面的问题 有更多的疑问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